哈喽,我今天要做个简单的法色脆皮面包 可是这个面包呢,发酵时间比较长 需要隔夜12个小时 先来准备个500克面包粉 哎呦,这个盖子好紧哦 酵素拿个一茶匙 拿个一勺匙半的盐 水准备400到420毫升 看面粉吸收水的程度 拿100克的核桃 要用烤的哦 不要用炸的 然后把它切碎 大概切到这样就可以了 准备个60克蔓越莓或者是葡萄干 先过筛面粉 倒入酵素 再来盐巴 搅拌一下 核桃倒进去 然后蔓越莓 然后稍微跟它搅拌一下 一边倒水一边搅拌 直到没有钢粉为止 全部要湿透 大概是这样的 粘粘稠稠的就可以了 用个保鲜膜包住 室温放下两个小时 过后放冰箱12个小时 当当 昨晚到今天12个小时了 看看一下 很多蜂窝组织 现在呢 我们需要回温 两个小时 继续发酵 先在垫子上 撒上一些面粉 好让那个面团出来的时候 不会粘在垫子上 我的面团太湿了 可以稍微多沾一点粉 按压个两三下 把它的气泡压出来 过后呢 把它揉成一团 这个时候呢 准备一个烤盘 铺上一层油脂 然后把面团放上去 稍微撒上一点面粉 然后准备一片做补 再给它发酵一个小时 预热烤箱 230度 20分钟 底下放个盘子 发酵好咯 比之前的大一杯 然后用刀 在上面面团 画一刀 终于等到最后一个步骤咯 放进烤箱 230度 烤30分钟 在下面